中共国家疾控局5月14号发布消息称 3月11号首次从广东本土病例中监测到KP.2变异株 截至5月12号共监测到25条KP.2序列 由于中共向来掩盖疫情真相 真实数据被指挥更高 当然从中共的说的那个数字来看 它其实一直是在满意的 但其实一定是远远不止了 因为中共现在根本就不检测这个病毒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 对中共党媒表示 出现新的变异株 表明新冠病毒并没有消失 并且病毒仍在变异 中共当局他选哪个专家在那说话 包括说什么话都是有他的那个用意的 这个疫情掩盖不住 死了很多人 他必须要为这个东西做一个铺垫 2022年12月疫情大爆发 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多个大城市感染者暴增 当局不仅取消新冠检测 更不让医院出示新冠证明 你们做好防护 我说病毒没有消失 你们一个劲的喷我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疫情在中国各地愈发严重 儿童和年轻人也未能幸免 多地医院患者暴增 死亡率不断攀升 而且猝死随地倒现象频发 中国民众对新唐人披露 身边很多人反复感染 即使在家检测出新冠 到医院医生仍然当感冒治疗 由于去世的人太多 当地增建新的殡仪馆 目前KP.2正在中国流行 KP.2病毒是新冠奥米克戎GN.1 变异株的第三代亚分支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5月3号 世界卫生组织将KP.2 例如需要监测的变异株 中国民众担忧 中国的疫情会雪上加霜 早在疫情爆发之初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目前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大师还明示避难方法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新唐人记者唐瑞 雄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